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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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姐妹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馬克 大家好 我是瑪莉 又到了男女友是媽 那其實呢 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每次大家上片之後 下面的留言 我們都會看到的 在YouTube上面 一開始我們今天 就來回覆 第一個YouTube留言說 我在路上看到瑪莉 我可不可以邀救而照啊 當然可以 歡迎歡迎 但是 先確認一下我的狀態 如果看起來非常疑似在我家附近 穿著睡衣睡褲 那個領口T恤很鬆的那種 妳會穿這樣出門 妳不會吧 我就是魚乾女啊 真的假的 我在我家很近的範圍 我喜歡穿的 不能說很醜 但我喜歡穿的很邋遢 沒有 可是妳的邋遢可能就是在我 就是其他人看來 會覺得說 沒有 馬上穿得很好啊 看起來也是天生麗質啊 看起來裝作都很好啊 妳的褲子細看都是毛球 都是毛球 毛球我看不到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到哪都要戴口罩 口罩的時候也不能把口罩拿下來啊 就是 但我狀態有時候歡迎來歡迎來 啊 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啊 等一下 聽到嗎 他就不太願意 哇 獨心獸啊 對對對 今天有什麼問題呢 馬克 馬力你們好 我現在24歲 算年輕吧 年輕 有一個從大學時期開始交往的男友 他是我數班的學長 我們在一起三年多了 兩個人呢從非常多摩擦到現在 比較圓融了 男友現年28 然後他的朋友們最近開始訂婚的啦 看房的啦 可是對於我這個大學畢業兩年的女生來說 我沒有辦法想像 蛤 我要結婚了嗎 女生覺得太早 男生覺得時候到 對啊 我就跟男友討論 男友就說好 那我們等兩三年後開始準備結婚 因為男友想要在還年輕的時候生小孩 因為這樣我們就是小孩的朋友囉 也比較會體力照顧 但相反的 我是一個非常討厭小孩的人 小孩好吵 不受控 平常我就算看到長相可愛的小人類 也沒有辦法對他們產生愛的想法 也不想接觸他 能避多遠就多遠 再來 我很怕痛 我不敢想像我的子宮還有陰道被撐大 剪開 縫起來 超級自虐 而且養小孩很燒錢 我工作一輩子自己無法享福 還要把積蓄花在他們身上 我已經覺得我自己能力不足了 無法養小孩 又能過自己嚮往的生活 那與其這樣 我幹嘛要犧牲自己的一生 去養一個變化性這麼高的生物呢 嗯 有時候在餐廳吃飯 看到在飯桌尖叫了幼童 父母都只能一個在原地狂吃 一個帶出去安撫 整個過程就是速戰速決的溫飽 根本沒有任何互動 我很害怕這種婚後的生活 加上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辦法保證幾十年 都給小孩穩定的生活 或是完整的親情 那何必冒險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百分之百的愛 全部給小孩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一個 可是我不想讓我的小孩有一個 沒有那麼 不是那麼愛他的媽媽 對 我在想 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有關吧 我單親 從小被媽媽獨自撫養長大 順便長輩朋友的家庭啊 幾乎都是未婚 再婚 分居的 我覺得要經營一個婚姻 要守護一個家庭太困難了 長越大才發現自己對結婚養育充滿了畏懼 我很擔心 我沒有辦法正確的交小孩 也很害怕一輩子 就被小孩跟老公綁住了 有時候我覺得想想很諷刺啊 我媽媽這一生無私的奉獻給家庭 卻生出我這麼自私的小孩 但我怕階級複製啊 我為了養孩子 一生老路命 也沒有獲得什麼 變得跟我媽媽一樣辛苦 請問 是我想太多了嗎 是我想太多 沒有啊 你完全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你想得很對 還是這樣的念頭 等我大一點就會想通或是妥協呢 那如果不會的話 我是不是要趕快跟男友斷捨離 讓他追求我他更適合的另外一半 還是 我沒有遇到那個對的人 我不夠愛我男友 所以我沒有任何結婚的衝動 請問馬克馬力 我覺得聽完了你整篇 妳是一個很有想法 而且妳的思緒不紛亂的人 完全不紛亂 她的每一個問題都很切重要點 而且也都有可能性 可是我覺得女性最容易被綁架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我現在想法跟我 會不會改變 10年後的想法會不會改變 因為我現在的確是很愛我男友沒錯 那我要不要賭這個10年的改變呢 那我告訴我身邊的數據就是 10年過後有人真的改變了 有人真的沒改變 所以這不一定嗎 這真的是沒有辦法 昨天跟我朋友聚會的時候 剛好看到你這個問題 我就先拿出來問她 她是一個 喜歡小孩 喜歡家庭的人 我就說 你看24歲女生她這樣怎麼辦 她好像雞同附身欸 三個月後 你跟她說三個月後一定分 她是說 她是說 這沒未來沒公司 沒辦法 怎麼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 我就嚇到欸 因為可能我也是 她是不神派的 所以可能 真的是沒有辦法 理解 如果她真的是 一個完整的家 跟小孩對她來說這麼重要的話 對她來說 這個是絕對 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她就是不要 我覺得 現在看到這邊 應該也會有很多 很多覺得生養小孩是很必要 或是生養小孩很幸福的 觀眾朋友們會在下面補充說 你想太多了啦 那些事情都不是 然後他們可能會 一一的想辦法去 幫你解決欸 對對對 用他們的方式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很多事情人生沒有準備好的 你就是要衝了 衝了才會知道 但是 以 我自己目前 我也是一個 不生小孩派的人 你所想的這一些 都想一模一樣 但你已經下出了結論了 我已經是有結論的 當然我有曾經有過害怕會想說 因為 生養小孩有一個很 很難的地方在於 好像過了某一個 年紀以後 你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了 就假設我今天過了45 50歲之後 女生啦 就是我的伴侶 她 在生理上面 就 是不可能做這件事情了 當然也會有擔心想說 那會不會 現在的我不要 但也許 10年後的我想要的話 可是已經生不出來 該怎麼辦 有這樣的擔心過 可是 就是再重新看到你 剛剛這些留言嗎 對 對 對 但我自己還不確定 我能夠當一個很好的父母 然後可以給我的小孩 我自己最 最理想的生活 最理想的生活條件 而且不只是生活 還包括他的教養環境 然後還有他 未來在社會上遇到的同儕 如果我今天 我一個人好 可是 他的同學們 或是其他 生養孩子的爸媽 他們都隨便養隨便帶 然後 這個世界很糟糕 我也不希望他 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 所以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就是不要 這個 當你做好決定了之後 然後我從你的言談看起來 好像 你也真的很不喜歡小孩 我覺得 也不至於說 你在現在這個階段 你討論出覺得 我現在就是不要小孩 是不是就要等於 你跟我的男友斷捨離 因為這是有 討論的空間的 因為像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的女朋友也是 堅持不要生小孩 可是我那個朋友是 很想要要我小孩的 那他們已經在一起可能 五年六年七年 他也是 默默在等待 他在等待 女生 也許會有轉念的一天 他在等啦 您確定要給他這個方向 不是我是說就是 他的男生願不願意陪你 他在度過這一段 因為那個女生也算是 蠻偏年輕的 他可能也是賭一把 男生在等等看 想說女生可能 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 會不會突然 就是有母愛膨罰出來 對 因為女生好像 這個年紀會有一個 你到一個點 你會突然轉換 所以他 也許他自己 你心裡也是有個期限的 比如說 好假設 我等我的女友等到 三十歲我就不等了 那也許三十歲之前 他會有轉念的機會 那這是他們溝通的過程 只是他們溝通過程的時間 拉得很長 是用年來算的 這也是有可能 那對於女生來說 如果是 現在就 就目前這個問題 我真的會 真的可能會覺得想要分手 我自己拉 我個人的意見會覺得 就斷捨離啊 因為就是 你既然跟這個人 你看不到未來 然後這件事情 它是一直存在的啊 它不會因為 就是你瞬間隔天醒來 除非你真的就願意 結婚生巧來 而且你的第一段 已經寫了 我二十四歲 我現在看不到 二十八歲的生活 因為 周邊的人在 買車買房 生小孩結婚 可是你自己覺得 我才剛出社會 太遠了 那個東西還太遠 然後你又前面有說 兩個人從 非常多摩擦 到現在 漸漸磨合比較圓融 喔你從那個漸漸看出來的 是不是 我從一開始在畫重點的時候 這是我的第一句重點 就是你從一開始 就有非常多摩擦的 那其實就代表你們兩個是個性完全不一樣的人 那完全不一樣的人 你是相信 個性會 真的磨合到 你們是可以一起生活走下去的嗎 這邊我就要先畫一個問號 我想大家都明白 你要給他什麼建議了 對 很多事情是本性難移的 雖然有那個遷就 可是那個遷就 會在心理上面造成了一些的抵抗跟反抗 然後會造成未來更多更多的引爆點 所以最後你自己問的說 你要不要妥協 要不要想通 你覺得媽媽對你無私的奉獻 可是現在你這麼自私 這個部分我都是覺得 媽媽的人生是媽媽的 我們的人生是我們的 我們如果真的要好好的孝順媽媽的話 不一定一定要生一個小孩來代表說 這樣才是孝順媽媽 你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就是好好的孝順媽媽 每個人的人生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不要有這種被綁架的這種概念 或是去拿自己去跟別人比較 看看我36歲未婚無子開開心心 男女兒是嗎 我們下週再見囉 真的開心嗎 真的啦 嗨我是馬克 嗨我是瑪莉 妳有煩惱嗎 有問題嗎 想幫忙嗎 困擾 困擾到不行 想要知道到底要怎麼解決嗎 你單身真的快樂嗎 我很快樂 真的嗎 真的你手弄眼神來糊弄我 我真的很快樂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陷入困擾當中 他不知道 歡迎你把你人生當中的一些疑難雜症 男女有事嗎 我們期待你的發問 可以在YouTube的下方的資訊欄 有看到我們的留言版網頁 點下去 留言給我們 我們就會在男女有事嗎 回覆你的問題囉 踢一踢